妙光禅寺 举办睡末祈福 三十信念法会 三十信念佛事是 宋朝末年元朝初年中风国师所编 这个法事主要是 劝我们信愿念佛 求生西方净土 每一时都读一部弥陀经 弥陀经就是劝信劝怨劝行 称为净土三之良 今天所主办的三十信念法会 主要是因为 这一次18号 的短期出家 那在这当中呢 让戒指能够了解 从念佛 唱诵 忏悔 师父开示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 去了解整个在净土里面 三十信念的一个意义 之外呢 因为现在 明天就是冬至了 那也是一个岁末的祝福 也是一个超度 也就是说超度我们的冤亲在主 也祝福 阳市的所有的人呢 能够平安顺遂 也就是一个 送走过去的 然后迎接一个新的未来 这样子 妙光禅室举办三十信念法会 让信众能顺莫感恩 除旧不新 十方新闻 黄慧如荒凯介 台南采访报道